繼續跟小孩的頭轉來到新港鄉 來看這個新港鄉28號 開始發紅中央禮金 待在這個鵝療村的市長很幸福 說村長有4匹0連三五檔 跟其開錢加碼發給市長 500塊人的競路紅包 新港鵝療村長薛碧玲 非常重視 傳來老人跟小孩照顧工作 它表示鵝療人都是剋特海衛星 立著大流出海在港 每天的工作時間都不一樣 所以20幾年以來 都會自己開錢補助車主 車轉車在學了的鵝療村去打掃 另外也認35年在中央鎮 加碼發紅500塊的競路紅包 向鎮療市長表達建議 我們傳長煮的我們福利很好的 要給我們大家先來吃福利好 新港鄉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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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群可以說我們新港鄉福利最好的 因為我們有館府存一千塊 公所人本來現在便宜遺孫兩千 還有我們福安宮也有三百塊 要來給我們這六十五歲以上的 最不同的所在就是我們的船長 我們的鵝療村長連續今年是第五年 每一次都是自掃腰包 給我們的鵝療村的證明 特別是福利還有自掃腰包五百塊 如果你看五百塊 兩百五十塊 也有一筆十五年 這就是我們船長 照顧我們船長和不同的地方 非常感謝船長 我看到那些時候 大家聽到水秋、水秋、水秋 雖然不縮水 去年比較多 今年福利還有我們的船長 這五百塊 保持嚴重 還有可以繼續發 今年新港公所依舊貫雷 發封兩千塊的金融雷金 百祖金在一百空性年 剛才飛機後 也在今年開始飛行發封中央雷金 加上關火的一千塊 新港的中夥最少可以領到 三千三百塊的中央紅包 大眾化新聞也方有 新港彩虹報道